台电终于打破了八年亏损的魔咒 今年的前11月税前盈余达到了242亿元 全年还渴望赚近330亿 这获利看起来好多 不过台电表示台电全年发出 2100多亿度的电 平均下来每度电他们获利不到一毛钱 只能够收拾小确幸而已 而且往年台电12月赔钱的几率高 加上台电仍然有2000多亿的累积亏损 盈余会先弥补亏损 不希望能够债留子孙